现在正是买PS5的好时机 原因有二 新老PS5性能相同 但是老款更便宜 而且成熟稳定 没有溢价 第二那就是双11 一年当中现在正是好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 PS5推荐买哪个版本呢 从来没接触过游戏机的同学 推荐买国行 因为保修省心 全国联保 如果是我会买日版 因为可以直接登陆港府账号 不用备份 日版主机 小概率会出现 连不上家里5GWiFi的问题 但是我会修改路由器的信道 或者插个网线解决 如果港版的机器 比国行贵三五百块钱 也可以考虑 除了可以直接登陆港府账号 而且没有信道问题 最后补充一下 不管你平时玩的多不多 都推荐光区版 因为光盘游戏 是可以卖出去回血的 可以降低游玩成本 如果实在预算有限 买个2200多的数字版 我感觉也比买二手好 价格你随时可以对比 这点放心多了 PS5都发布三年了 不要再犹豫了